你知道艺术史上怎么样呈现梦境吗 赶快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 青春爱读书带你阅读全世界 在艺术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绘画 都描绘着人跟梦境之间的关系 其实梦跟上天的启示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雅各他梦见了天使 在楼梯上面上上下下 传递的所有的讯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天使这个字呢 为什么叫天使 因为他是负责传递消息的人 而你可以看到在雅各的梦里面 天使不会飞 他要透过天上跟地上的楼梯来联络 那这个鲜明的意象 就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 雅各的梦 而梦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它变成了这个上帝 圣灵跟人间这个联络的方式 如果你写出了像福音书 这么优美的文字 那么他一定是透过天使 在梦中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在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思维里面 人类他们自己的智慧跟能力 是没有办法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 经过文艺复兴之后 另外一种梦出现了 而这种梦呢 强烈地宣示着人类的恐惧 阴暗跟幽为 1799年的时候 西班牙的画家戈亚 他画下了这一系列著名的恶梦 你可以看到一个男子趴在桌上 而生活之中种种的不安困惑 像黑影 他以不同的形式 然后在我们的背后侵扰着 而下面有一段文字 上面写的 是不是让人毛骨悚人呢 最主要的歌牙 透过人的现实 然后还有梦境 来奉刺西班牙当时的社会 情境 记不记得在台湾的乡民 在这个网路上也会讲说 昨天我梦见 其实歌牙也有 一样用相同的方法 用梦见的方式 来直接讲述 大家不能说的事实 以及秘密 那当然1781年的这张画 非常的重要 这张画就叫做梦夜 一个恶魔 就蹲坐在你的胸口 潜藏在黑暗里面 有没有看到一头马 这个马是我们奔腾压抑不住的愿望 这头马是我们内心里面 那些没有办法化解的冲突 它正以这个充满恶意的眼神 看着努力维持理性跟清醒的我们 但是噩梦并没有一直干扰着人类的文明 到了19世纪 精神的这个医学 它慢慢慢慢发展 心理分析也出现之后 我们开始发现梦是无意识创造出来的 它也许是另外一个自我的入口 在法国的画家卢梭 亨利卢梭 他所画出来的这个叫做 沉睡的吉普赛女人 一个女人在沙漠之中睡着 一头狮子走过来 到底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他要讲的是什么样的意义 画家从来没有明说 外人也无从得知 这幅画是现实还是梦境 那当时亨利卢梭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 因为梦境跟幻觉的一切 是如此的真实 所以当事者才会信以为真 但是所有的梦境里面 来到了20世纪之后 哲经个人认为极大成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达利 达利画了好多的画 包括了时间的延续 包括他妻子卡拉 他们之间的种种的暧昧冲突依恋 但是他也针对各式各样的 神圣的愿景 还有另外一个自我 他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融合 达利画出了这张美国梦 当然有很多人质疑 这不是达利的话 梦变成了我们宣誓另外一个 不是寻找的 而是宣誓另外一个自我的方式 所以梦境在艺术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探索 今天我们聊的只是绘画而已 如果从文学上 会有更多的作品 来跟我们来细聊 到不了的远方 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现在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青的爱之珠 陪你阅读全世界